你见过比人类小孩还要高大的巨鸟吗 印度就有这样一种鸟 很难想象 它们是靠垃圾山里的垃圾长大的 每天和当地贫民抢夺食物 贫民们为何宁愿捡垃圾 也不愿意吃这些巨鸟呢 印度有一个占地580亩的垃圾山 每天都有超过1万吨的垃圾被送往垃圾山 这个垃圾山可以说是臭名昭著 不仅搞得方圆几里内臭气熏天 就连水质都受到了污染 但对于当地的穷人来说 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众所周知 印度是一个人口大国 贫富差距非常大 不少穷人居无定所 为了生存下去 他们不得不在垃圾场附近 搭建临时的简易房屋 靠捡垃圾为生 而他们唯一的邻居 就是这种叫做突贯的大鸟 在垃圾山中非常显眼 其实突贯并非主动来到垃圾山讨生活 而是垃圾山占用了他们的栖息地 大部分垃圾山都建在河流 湖泊附近 这些都是突贯的栖息场所 然而随着当地居民每天产出的垃圾越来越多 这些突贯的栖息地一点点被破坏掉 他们的栖息地就从原本的湖泊 河流变成了垃圾场 和这些穷人坐上的邻居互不干扰 当地居民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幅画面 穿着破烂的小孩 拿着袋子 在垃圾堆里寻找有价值的东西 空中则是黑压压的飞鸟 在寻找食物 这些大鸟的体型 甚至比在地上捡垃圾的小孩都要大 像是随时都有可能对这些小孩发起攻击 不过突贯其实是一种比较温和的鸟类 印度垃圾山里养出的巨鸟 体型比人类还要高大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鸟类 突贯是现存的最大的贯之一 这种大鸟的长相非常独特 长着一双又细又长的大长腿 头顶处没有毛发 长着一个巨大的尖嘴和大秃头 这一点和秃就相似 这样的外形特点更方便它进食 突贯长期生活在垃圾场 并且也有吃腐肉的习惯 头顶的毛发很容易滋生细菌 正因如此 它们慢慢变成了秃头 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寄生虫和细菌 突贯虽然长相可怖 但它能和附近的拾荒者和谐相处 足以说明这是一种攻击性很小的动物 甚至可以说突贯有些胆小 有时候会主动凑近这些拾荒的小朋友 但如果遇到了陌生人 它们会快速飞走 避免和陌生人接触 突贯之所以会生活在垃圾山 一方面是因为这里原本就是属于它们的栖息地 只不过是被人类产出的垃圾栈里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垃圾山中的部分食物 会引来不少小动物前来觅食 它们会趁机进行捕食 有时候也会以腐肉为食 腐肉也是它们的主要食物 垃圾山恰好可以满足它们的需求 正因如此 它们才会在垃圾山定居 虽然生活环境较差 但突贯本身是一种喜欢干净的动物 平时会在水边整理自己的毛发 为了避免身上沾染上猎物的血液 它们头顶的毛发也都被退化掉了 这种温和又干净的鸟类 能和食荒者和谐相处也不奇怪 垃圾山里养出的怪鸟 体型比人类小孩还要大 食荒者为何宁愿捡别人不要的垃圾 也不愿意以这种怪鸟为食呢 以上说到 突贯是一种喜欢干净的鸟类 体型也比较大 按理说是一种不错的食物 一只突贯就够一家人吃上好几顿了 但奇怪的是 这些食荒者从没想过将突贯当成食物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主要和当地人的信仰有关 一大部分印度人都信奉佛教 在他们的观念中 杀生是一种残暴又不道德的行为 不只是这些大鸟 印度人也很少食用牛 羊等牲畜 如果发现谁捕杀野生动物 或者食用肉类 那么这个人是会受到谴责的 一只无辜的小生命尚且如此 更何况是这些和自己生活在一起 充当自己邻居的突贯呢 因此 这些食荒者宁愿解垃圾 也不会将突贯当成食物 当然 这也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突贯虽然是一种喜欢干净的鸟类 但它们长期生活在垃圾山 身上沾染了不少细菌和病毒 这样的鸟类是不能食用的 对人体健康有一定的危害 再加上 突贯并不是被大众接受的食物 它们的肉质并不好 因此很少会有人食用突贯 突贯是垃圾山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它们会以腐肉为食 将垃圾堆里的动物尸体清理干净 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细菌的传播 既能减少一部分垃圾 又能消灭潜在的传染源 X科普陆征稿了